西城说事这个星期五是最后一集 当然沈大哥年纪大了 不可以这么粗劳 但是他们在帮另一个台 在做几个节目 台的老板一直都希望沈大哥 不要做我们的节目 只是帮他们做 随着他收拾细缘回加拿大之后 也是很坚持要沈大哥不要帮我们 这个我也很明白 因为他们的台中的节目主持 其实在他们的节目不停帮泛民抬轿 唱好他们 其他的政党或者本土派 本土主义 看他们的眼中都是眼中钉 当然了 我们MIHKTV的节目 或者比喻里他们的晚报 亨利 其实都跟他们在唱反调 都是很本土主义 到最近西九的选举 保选 叫他输了泛民 我不知道是否这一件事 令到他的老板 就非常之恼羞成怒了 也都跟沈大哥说 希望他给他多个节目 沈大哥做 让沈大哥 就可以跌心水 不用帮他做事 苏不知沈大哥最近的身体 不太好 心脏感染了出来的情况 都是一般的 沈大哥也决定减少他的努力 我也很尊重沈大哥的决定 畢竟沈大哥年纪大 有时见到他在数码说完 就立刻扑回来 我也有点于心何忍 希望沈大哥休息一会 大家都不知道世界会变成如何 是吧 你赶着人 或者不叫别人 帮别人做事 那是否可以令到你千秋万世 也不见得会是这样 这世界就是看这世界 看谁做得好 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都会很短命 MHK玩了多久 大家都未知 但是我尽我的能力 我不会拿楼摊 我可以做得到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做好它 而有些新的节目 你也正在来 沈大哥离开之后 又怎样呢 沈大哥又很关照 我还要介绍了他女女 KARA给我 她介绍了一个女儿